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 陪一兰教授党史真相系列节目 今天是第一集 陪教授将于我们回顾玉家三代人的秘密 我们所谈的玉家是指玉宋华 也就是明朝大将玉大游之后 其子玉彪文和其孙玉眉孙 玉家可谓红色家族 但他们的命运如何 马列主义给他们的家族带来的是福还是货 下面有请陪一兰教授 陪教授向您请教的问题是 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不了解 马列主义是如何进入中国的 我们的记忆中就是毛泽东曾经说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 马列主义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 您能否介绍一下郁宋华 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成就 网友好 我想用系列真实的史料 证明中共如何一步步起家 形成气候 做大 夺国 绝大部分资料 来自于大陆 因为我在里面这么多年 根本刚刚出来才半年 不可能看到 没讲透那些资料 很少看到 在香港还会看到一点 但是已经很后面 很少 用的都是中共自己的资料 我这个栏目呢 就是《建议中共真相》 用的都是这个 用的是一本书 就是 《台版中国死则里》 《红色死则里》的真相 用的是这本书 这是第一本 一共是这套重书是六集 现在出了三集 第四集马上就要出版了 这是今天和后面讲的二十篇左右的 故书那个系列 都是用的这本书 《瑜伽三代一滴类》 《祖赢直死孙冤》 《祖父把马列主义赢毁了》 《儿子死在马列主义的高潮》 对不对 《武器男的高潮》当中 《孙子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受冤》 也就是说 一位叫马列子 这是学说贩运回中国的赤左的名士 使他的后代是遭了阳打 这是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具体的讲呢 我先讲祖赢马列 余宋华是1893年到1947年 他的生祖年 也就是他就活了54岁 江苏太昌仁 明朝平窝名将于大牛 余宋华本人出生于上海 先后就读上海的清华学堂 不但攻学后留学日本东京政法大学 回来以后呢 回国以后他在上海的实施新报 《学登复刊》 《学登复刊》担任主编 应介绍武士新思想新知识而著称 《学登复刊》呢 是新文化运动当中的四大复刊之一 另外三个名都复刊是上海的《民国日报》的《觉悟》 《北京城报》的《复刊》和《经报》复刊 余宋华还一度与张中逊公同主编 《解放与改造》半月刊 1920年 他得到梁启超的支持 27岁的余宋华 作为上海实施新报 与和《北京城报》的特派员 也就是两家报社 经过杨启超的斡旋共同出钱 把这个余宋华作为特派记者派出去 有两个跟班 其中一个跟班就是徐秋白 21岁的徐秋白 这个时候是作为翻译议员出去 因为他当时学了是 是这个博语专修班嘛 他刚刚学了一部的语论比较提供 另外一个叫李仲武 他们一块去 也就话说是 余宋华拿到那笔钱 其中有一部分是翻译的钱 他雇了这个徐秋白 到了莫斯科以后 他们见到了列宁 波罗托夫 金诺耶夫等赤俄领导人 余宋华的长篇通讯 苏俄之感想与建文 在城报连载37天 也就是说他最早的把马里组织的 撤落和运回到中国来 1921年的5月 他又到了柏林 去采访进修了三年余宋华 1924年归国 回国以后担任大学教授 担任东方大志的编辑 27年国民革命高潮当中 他随着徐秋白到了武汉 担任国民革命第26军的秘书主任 这个26路军就是后来在宁都暴动 就是17000人归了中共的那次大事件 就这次部位 余宋华和徐秋白一起讲 马力主义泛运回华 30年代在上海的申报担任总编 1937年的4月余宋华 赴延安采访了当时的中共第一号人物 张文天 二号人物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 申报长篇连载 余宋华的报道 就是对这个延安的报道 他也是有攻占 对攻占共产党来说 也是有志诚 所以1928年到1949年的 21年间 余家经常为 徐秋白 范长江等中共要决 提供帮助 他的学生当中有范长江 十七名 方汉齐 沈昌焕 沈昌焕是后来是国民党政府的 国府的外长 但余宋华无论如何想不到 自己不远万里范运回国 并积极推行的这个组织 并没有自备后人 长宇子孙 反而是照顾年龄 不仅祸国 而且其子其孙 成为直接的受害者 瑜伽三代一滴内 这是一滴多么 治罪啊 就是那么沉重的一滴国内 国家的眼泪 裴教授 您刚才已经谈到了 玉顺华的经历 应该说是 引进了马列主义 下面我们谈一谈他的儿子 叫玉彪文 那么玉彪文呢 从意识资料来说 他是比较亲共的 因为国民党退守台湾 他是没有去的 并且他是想 跟中共一起建设一个新中国 那么他的命运 又怎么样呢 其子余彪文 1926年到1957年 也就是活着31岁 上海沪江大学经济系毕业生 1947年聚集赴台 他当时已经在国府 一个机构共职 还有留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参加了中共的开阔大典 反右的高潮当中跳龙自杀 31岁 由于宇彪文自杀 于人民对抗到底 他的母亲 这时候在上海的外滩 中国银行义务科担任 他是这个那个于家的 就是他的母亲呢 就是这个于宋华的妻子呢 是1949年参与了 接管这个国府的银行 他提前 这个是因为儿子华佑了 所以他提前 被迫提前退休 工资减半 每个月只有37块 一直到86年去世都是这一天 宇彪文的妻子 是重庆大学经济系毕业生 当时经济系毕业生是多少啊 只有一点点 真的这是国家的真实人才啊 但是 他而且是马云书的学生 被下放到农村去 搖动杆上 到1979年的7月 保险公司 中国人民法保险公司 人事处长上瑜伽宣布改正 你要不是贫乏是改正啊 有这么两句话 你的父亲过去犯了错误 就是说你的于宇彪文 还是犯错误的 现在宽大为怀 不算 海江医生就是说 政府宽大你 对你的宽大不是我们搞错了 是我们宽大 民政局按照1957年的标准 发放 辅决金是 一共给他辅决金是 360块 如果按照1979年的标准 应该是1500块 但是他挨到最低的给 这就是所谓 对中共全心全意为人移资 2003年 于妻也就是于宋华的妻子 临终前告诉两个儿子 他1957年就想投河自尽 一死了之算了 一要排了 脱池徘徊在故东的 沐城河的河边 但是实在不忍心抛下 两个年幼的儿子 长子玉梅孙 之后是四岁 幼子才一岁 所以他说他坚强的活下来 中年上夫 老年时两个儿子分别 得了精神病和蒙冤入狱 这个时候他的小儿子 已经是精神病 他的大儿子玉梅孙入狱 他为什么蒙冤入狱 马上下面讲 我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 太艰难 这个时候玉梅孙的妈妈 也就是玉梅孙的这个 这个这个妻子 就是告诉他 不是这个玉标文的妻子 告诉他 看看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个玉标文 哎呀对对对对 裴教授 我们谈到了玉标文 下面我们再谈一谈他的儿子 也就是玉宋华的孙子 也就是玉梅孙 那么他应该说是生在 是解放以后出生的 他的命运是否会出现转机 是否会苦尽甘来 那么第三个就是孙渊 讲了祖淫子死孙渊 第三代的长孙玉梅孙出生 幼孙就他的弟弟于宋孙 1956年出生 他们从小就生活在狗仔子的虚弱当中 因为很小嘛 这三岁啊四岁啊 这一岁就他不幸就疑死了 右派就跳楼子自杀了 幼孙于宋孙 中学时就三次自杀 因为被同学啊 这个环境那都是作为敌人嘛 狗仔子嘛 精神深度抑郁 这个一直十多年来 这个最近十多年来 一直在精神病里 传个狗人传传 玉梅孙 我也是很偶然的 就会跟他在一次 在上海聚会认识他 1979年入党 加入中国 1984年逼入于北大法院室 入国务院办公厅 是用他的 这个时候还用他的 历任 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长 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 杂志 经文法治 编辑部主任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顾尼的秘书 在中南海办公十年 在中南海里办公了十年 写了一些书 1988年 晋升正处 1991年获得 副研 副研究员的职称 1993年 他兼北大法律系的 兼职副教授 1992年出的事 因为他出于惯例 也出于存粮的动机 为上海文费报 提供宣传的辩论 按照惯例 就向文费报 注金办主任 给了 常代保密期的 14大政治报告的征求意见稿 当时是法明期 还有三来天 但是按规定是不能 不能熄灭的 他一时疏忽 把这个文件呢 就给了门徽报 门徽报当时 在他聊的时候 就去封印了 叫做倒印 而且又在香港 报刊上发表 所以这一期就牵涉到 一桩案子 就把他卷进去了 就说他泄密 所以1994年的1月底被捕 这就是孙渊 他是有点冤枉 他不管怎么说 他也没有造成实际后果 因为泄密并没有造成实际后果 反而产生正面良效 他的案子的律师是江平大律师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 亲自为他担任律师 做无罪辩故 顾名他的上级 那法治委员会负责任 也伸手相援 但最后仍然是没有饶过他 还是说他泄密 所以说是一个微小的 差错是一个实物 给他重判 判他泄密罪三年 判他泄密罪三年 所以他这一生就被毁掉了 入月以后 玉梅一生很好 管民可减刑一年 但拒不认罪 但因为一直想认罪 这个减刑前提是你要认罪啊 他不认罪 那就没有减刑的前提 他虽然跟玉梅一生很好 律方一定想给他减刑 多次给他机会 他不行 这个母亲都求 他家里面的母亲什么都求来 认个罪买一个头吧 给查检出来吧 不 他说我这个是不能做的 这个我没有罪 我不能承认罪 坚守良心和底线 那坐马上去 1997年1月出狱 也因为不认罪 接到的片警 按照法律规定 你不能这样 你是两老人员 那你不认罪 那就不能申请地方 加上不给他解决工作 所以说他自己去应聘 但是由于他是刑事的两老人员 多次遭到拒绝 这个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 是他已经快六十岁 当时还不到六十岁 但是身处于浊 老婆呢早就离他而去了 为了照顾弟弟 他常年流浪于这个户 到户到上海来 但是他家在 他自己住在 他自己说呢 弱大的上海 他已悟我兄弟俩 牺牲之处 胸掌入狱 因为弟弟受惊 精神病复发 入上海精神病院三年 多次自杀 电机修科的治疗 使他最终上市 他的肚子很惨 2008年后 曾经参与立法的玉梅孙 竟也沦落为求告独门的访民 流浪将深陷控制 出越后的自立于底层的维权 发表法治文章数十篇 替涉地的农民维权 出席右派的聚会 他本身就是右二代 成为警方的重点监控对象 家门口一度是探头事后 他一出去 他就知道了 他就看到了 每年的敏感期 比如国庆 两会还有六四 警察是全天的事后 蹲在他下面 他揉的下面 有的时候 人很好看 警察在全大设备四十八度很冷 到我家里来吧 你们只能到我家里工作 到我家里来至少暖会去 提供一点方便面 吃的稍微热和一点 方便人家执行公用 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双方有对抗激励 因为他竟然是可以到你家里 还是可以 真的你要出去他要跟着走 你要是有他不允许你的动作 那还是会有对抗激励 但是总体上他还是很配合 所以很配合警方 所以说相互理解 他们也一直叫相互理解 2009年警方已六十大庆 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产党国成立六十周年 中共要大庆维稳 作为理由 把他在限制在家里 大概将近一个月 把一位高智党员 他是北大毕业的 培养成为苦大仇深的流浪汉 一位本可为国尽力的动良之才成为 产生良家式的冲动 他上次有这个聚会上 他说我要要快变成良家了 我是劝他 哎呀怎么怎么 他一开始还不理解 还是等到什么时候 就要怎么样 哎呀 所以他说呢 他自己人为法律武国 他特别理解血液 下血的瓦 睡在最高法院 性法办大体能外的法 他特别理解自己也是这个样子的 各个他的原话是 各个艰苦卓绝 比我艰难困苦的多 我沦为访民后才真正理解他们 苦大抽身和万般无奈 实率地说 一个至今仍奉专政卫 为政朔的国家 当然不允许法律干扰这次 没有意识形态的 中国没有意识形态的政卫 不把这个 这个意识形态的 违章领域的马列室 拆除 现在人文里面就无法落实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瑜伽三代为我们中国提供了一份 十分独特 极其珍贵的人文标本 让我们看到赤草过滑 那就是这样 主营指使 培教授 你已经谈了 这个瑜伽三代人的命运 主营 指使 孙渊 都是非常 应该说非常凄惨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谈谈 其他红色家族 比如说张文天 王家祥 他们的这个家族命运 又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中共著名的烈士 叫孙炳文 就是大革命时期的烈士 1885年出生 1927年 被杀 被杀 这么一个 他的儿子孙宁氏 女儿孙维氏 周恩来的洋女 孙维氏 孙维氏的孙维氏 是1921年到1968年 47岁 他生前是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兼导演 死于文革 死于他父亲想要 用生命去换取的新中国 这个孙宁氏的也死于六七年 他的哥哥也死于19 他哥哥是1965年到1967年 一业于上海光华大学 东京明治大学 1938年入党 朱德的秘书 孙宁氏也叫孙央 担任过八路军的宣传部的科长 抗战以后 楞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东北军区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 49年以后 担任 西南师院书记兼副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 党委副书记兼副校的 参与朱德传的 撰写 也写过其他一些书 但是被文革这个初期被江春桥点名 大骂史书是把朱德写成是 开过元帅 歪曲历史 就是当时要准备打倒朱德嘛 但是孙央也就孙宁氏不认账 不认错 他认为自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 造反派就批斗他 迫害自私 孙伟一世大家都知道 因为江青把他 是把这个 这个压的文件推给周恩来 周恩来签字 周恩来把自己的洋语 清晨 这个是孙家孙伟一世的 下面我说一下 林伯曲 林伯曲是1886年到1960年 他是中共元老 大家都很清楚 他而且是同盟会员 他又是早期这个中国国民党员 而且又是这个中共这么无脑 他在沿岸区 他很早的老资格 他的女儿 在中国社科院的女儿林伯 因为早期被送到 林伯克去读那个 读俄语 所以说他多次给中共要决 担任俄语的翻译 因为当时中共中友关系好 他需要这个翻译 1950年初 江青到乌斯科去治病 林伯是他的翻译 但是林伯很看不惯江青的做派 大概想中半反映那些江青的 这个负面的这个 那个江青就 怀恨在心 结下了梁子了 文革初期呢 江青抱负他 康生就替江青出信 说林伯是苏修特 官押秦城七年 另外遭殃的人也叫林伯 是张浩的女儿 张浩的故事很很长 张浩也是对毛泽东的恩的了 他的女儿 文革初期因为同名同姓 中央广播局 把他的历史问题 进行审查 结论承报给中央 江青也搞不清楚的时候 他是听着林伯 也问都不问 就批上 批上一行字 林伯不是特务 谁是特务 好了 这位林伯便 也就因同姻而倒 隔离审查 长期隔离审查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自己种树自己成梁的 所谓自己成梁的大有号 是一大代表 林伯 他是红色的栽包 第一批的赤说 就是马列祖宁学术的创造人 1949年以后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他打出的右派当时 是全国高校比例第一 很做的 1957年7月4日在全国人大发言 从右派分子的进攻 看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改造 总算紧跟 总算是免费毛泽东的意图 但1966年的7月19日 他仍然是被专政 临死之前致函毛泽东 叫主席请救我一命 到 但是这个信用过了大概 将近20天才到毛泽东手上 等到毛泽东批转给 中南局的 陶驻王润仲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8月24号李达已辞 第二天火化 全校大会是叫做 愤怒声讨地主阶级李达 把地主分子李达 宣读中共中央批复的 关于开除混户党立的 地主分子李达党纪的决定 所以说 李达是标标准准的 用今天中国的一句成语叫做法 另外一位中共前领导人王家祥 1906年出生 1974年去世 安徽金县 1925年在上海大学 副中部 九月入党 他入党不算早 不算早 他相较来说第一代里面比较晚 同年冬天到俄国去 入我们是科中山大学 二八年转党 但他是二十八个半 三零年回国 担任洪旗的总编 三一年四月进入中央树区 洪军总政治部主任 政治局委员 一度是地位在毛泽东之上 因为当时毛泽东 民事中央进入输区以后 毛泽东就被扁 但是他在尊议会议是雍毛的 原来整风以后 整个刘苏派设施 他在七大的时候 只是厚 也中央委员都不是来 在各州中央政修 四九年以后 只是驻苏大使 中联部部长 已经将来 一九六八年的四月隔离审查 一九九年的十月 下放到河南夕阳 他的儿子 王宁仙人民大学的讲师 不堪酷寻 愁合自尽 他的侄女儿 发疯被斗 因为斗改 发疯 屠屠自杀 他的侄子跳海生亡 姐姐姐夫 并千良被赶出北京 沿途欺讨 一个饿死 一个病死 也是这种的家伙人 另外我再说一个 1937年9月 在武汉 秘密入党的 颜保行 张学良的亲信 宋美龄 宋美龄介绍给蒋介石 少将的事情 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大部分 因为有一度 曾经跟蒋介石 在同一个办公室 但是他这个时候 37年9月 他入党以后 他带领一个情报小组 在龙塘虎穴里面 一直工作 37年到39年 他把四个子女 养个儿子养个女儿 一起送到娘去 这么一个功高的党员 1967年的11月7日被捕 说他是东北邦 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 不到半年 他就死在秦城监狱 江青在颜保行死亡的报告上 想批示现行反革命分子 不通知家属 不留骨灰 不留银 他的儿子 中央办公室 俄语翻译组组长 这个叫 年明傅 后来在六四的时候 到天安门 去曾经劝诊过学生 在这里 当时中央土战部的部长 这个在文革的时候呢 也是被一起关进秦城监狱 年明傅 被监禁 单独监禁 这是很重的一种 当时在美国 全球司法界被认得是很 很严酷的 就剥夺了人的交流权 单独监禁七年半 他的女儿 就是1937年到延安去 后来他1943年回到重庆 来帮助他发电报的 作为翻译员 作为医店员的那个女儿 长女 57年化幼 化成幼派 他的 年保行的本人 他的太太 他妻子 包括他的第二个儿子 也明治 都死于 还有1938年入党 长期工作于白区的中药部的 何长谦 1968年被康生宣布为国际建议 与妻子一起入秦城 70年5月 玉碧玉周 还有1930年初入党的江春光海 毛泽东选集和 反书文献 俄语翻译的定稿人 中央编译局的 也是被 江青康生宣布为 所说的 专了秦城七年 这个革命者 真是很心狠 外表看起来很儒雅的 周恩来 周恩来 他把贺隆 把延保行 尊文士 在帮助毛泽东 整容少奇 最后 还昧得良心要拼 名标 实在都是 一般人干不下来的活 你 你考虑这么 积极感 你这么战斗友情 最后 要这样抹下你 也来干嘛 而且是违背自己的良知意愿 所以说呢 中共大陆的现状来看 都是来自 直接的光芒万丈的马力 中共的改革开放 30年没 艰难的挪一步 中共都是来自 这个意识形态的 这个 政治邪说 真正的 用中共的话来讲 叫做 思想长一寸 生产 忘情统 你思想如果不长这一寸 生产就没办法忘情统 没办法抹一步 所谓的改革开放 都是改革中共 此前建立的 红色 逻辑 红色思想和红色 都是一条条 玛丽的 红色的 赤色的 覆水 所以说 玛丽赤潮 是赤潮破坏的源头 革命一半岁 中共就完了 中国就开始走向 另外 就这条道路 这条 通向文革的道路去 历史 理性 鸣接成的传统被砸碎 整个国家的 价值对球方向 还是偏掉 许多罪货 都搭着 革命的绿车 登场 我在插件小花絮 这篇文章 我这篇文章 是发表的 2012年9月 香港政论刊物动向 发表以后呢 两个老右派 看到李梅逊 哎呦 那么 家里面那么疼 而且他的儿 他的弟弟还嫩 先后给他捐款 大概有万把多块钱 他李梅逊 一直搭上海很感兴 呃 裴教授您刚才啊 呃 讲述了 郁佳三代人的悲惨遭遇 也讲到了一些 红啊 红色家族的悲惨遭遇 他们的命运都非常的坎坷 那么 我们现在啊 应该啊 进行一个总结 您能否给观众朋友啊 通过一些总结 给他们一些警示 好 呃 这个问题很好 呃 能够总结的 赤潮霍华 这个 中共霍国 总结的都是太多 至少可以写一本币 但是这个时间有限啊 也不可能 一个结论里面说了很多 这儿只能说 两点 最主要 胡适 这儿是 192 1916年 1916年 这个他有一个 1916年 一庆 他有个常识集 这是第一本白话新诗集 叫常识集 出来以后 有一对 有一个明连 有两句 就两句一连的明连 叫自古成功在常识 下连是 尝试成功自古 对任何理想性的东西 包括像马力主义 共产主义 这些理想性的东西 以根本 改变社会既有制度 为前提的这种大革命 必须要提高 12万公民费的警惕 因为 通往 地域的道路 往往是举着 但是 对任何理想性的东西 这些理想性的东西 走向天堂的旗席 你以为是走向天堂 代表常识行 告别众乡亲 大革命实习 多少 中共的年轻的烈士 就这么牺牲掉 包括后来江青 江姐 巡峰 同年的烈士 但是实际上 这是正式悲剧的开场 他们自己献身 跟最后 不定没有把中国送到 他所向往的 红色天堂 而是送到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社会前进 仍然还是需要 你离不开一定程度的 一定限度的 你不可能一成不变 要改革 要前进 总的经验来说 要告别 因为革命进行 对前面的社会是 断裂社 这个断裂社会 带来 对当代人带来很大的 痛苦 会带来很大的代价 所以说 要告别革命 迎接改革 No Levelation 不 Reformation 应该是这样 因此呢 这个 呃 西方思想界的 对这个问题的辩证法的总结呢 两句话 思想可以大胆 行动必须解释 我的总结呢 就传统不可彻底提起 绝对不可彻底 因为传统本身就是 历史与其能力 就是这个历史临近的产物 临近说 当时在那个条件下 那个时空下 不得不然的许多经验 你拿一个 这个共产主义证明 缺乏实践性 去缺乏历史 证明它是 到底是否可不可行的 这个东西来代替 已经被 文复兴以来 一直执行的 那个西方的资本主义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东西 那这个是 已经被证明它是有效的 你来代替这个东西 最后实践证明是一塌糊涂 各个厕所的国家都没有 不但没有今天了 都是今天 这还说明什么 所以说 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 也就是说 对于常识 任何革命 所谓革命就是常识了 那么必须接受传统的解决 而武士把传统一脚踢开 使得马力主义进入中华的时候 免于检验 因为它是新刷 我们不说你旧的 学术旧的这个 检验尺度等 检验啊 一塌糊 最后怎么办 最后实践检验 实践检验就是这个代价 多少人人头呢 至少一亿人头 夺取挣钱的时候 4千万 死了到了 没有3千 3千多万 将近4千万 那你这个 1949年以后 至少用千万 光是中国就一个人 就为这次学说 为了这个中国共同 这是第一个点 就是说 对于革命一定要当心 对于革命史 对于所谓的理想 这个东西是要具体分析的 不是说你理想救命就好得不得了 那什么事情都是要具体分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 但是 断裂太大 中国这个 在中国共用当中 1949年到1989年 简单的说 这样1979年就开始了 这么到1989年 也就不到30年 也就30年40年了 整个社会差异变异很大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追求的东西到80年代 90年代 到现在已经完全不能用了 社会意识形态大幅的疑患 移动变更 社会差异巨大 价值观念完全背下 颠倒过来 实在的落差太大 祖孙三代的思想观念无法对接 价值标准大幅的断裂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整个国家被颠倒 颠来倒出 颠过去就颠回来 还意味着什么 社会资源的巨大量子 前辈所追求的 所接受的教育 所积累的经验 不能不仅没有成为子孙后代 继承的 滋养的经验和教训 反而成为负面包袱 到现在为止 马力主义拆都拆不掉 毛泽东这个世界一度移不掉 所以后人必须要把前面的 一大堆的违章建筑拆掉 必须要改革 万水千山 忽视千万 这个拥沥起来的红色社会 具体的讲 公有制 计划经济 阶级专政 这一系列东西 要把推倒 才能建筑 市场经济 科学 发展 和民主政治 从阶级对抗的国共争锋 到今天的两岸对话 追求和谐 历史的阴沉当中 掩盖了多少国家的苦难 多少 至少是死掉了一千亿亿亿人 还有多少生亿人 几生亿人生活在这个红色的车上 就是百姓悲苦 国民党失败了 丢了大陆 但他们理念是正确的 大方向是正确的 讲究是自己也有毛病 但比毛泽东啊 不知道好多少 没有办法 所以说 坚持走 国民党坚持走西方式的 欧美式的民主政治道路 自由经济 这个方向走是正确的 你现在共产党也不走过来 走到自由经济吗 这是一条得到实践检验的道路 这个俄国搞共产 这是没有实践检验的 而且是虚 当时他是五个虚日 很多负面的东西都没有说出来 以后往后再拿史料来证明 他怎么我才弄的 那个是苏联 都把正正的消息说出来 所以共产党的军事政治胜利 都到了大陆 但他的共产理念 哪一种学说 是失败的 所谓的新色道路 现在已经被历史证明了 已经被世界人民抛弃了 中国人民几内已经抛弃了 但共产党不大抛弃了 所以共产党自己不愿抛弃 自己而已 是马力主义是一条 引导各社会主义国家 走向贫穷饥饿政治恐怖的邪路 我最后总结一句 太阳下面无新史 没有新的史 太阳下面总是 旧的故事 在以新的形式包囊 在出现 无非再印证了那句话 尝试成功自古 不尝试要靠后面的时间 不断的修正 不断的修补 来不断的完善 所以这个没有一次性到位 不是不可能 这也是在逻辑上 哲学上是错 今天就这样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们 裴教授跟我们讲述了 御家三代人的不幸遭遇 由御宋华隐喻的马列主义 不仅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福音 相反这个邪恶的幽灵 制造了我们民族无穷无尽的灾难 御家也深受其害 其悲惨的命运令人 感叹 请收看第二集 张生甫与中共初创 看一看 Meyer tähän 坏 LET